除夕當天我可能沒有回基隆的話 拜託我真的那個90歲的阿婆 她一定會說阿小凡是要離婚是嗎 我就說你不懂 你不懂媳婦的那些角色 你不懂我們媳婦的這些困頓 Hi 我是Oprah 今天呢是一個新的單元 以後呢每個禮拜我都想拍一個就是 類似hashtag關鍵字聊天室 然後這個聊天室呢不會太久 因為我也知道現在大家呢 就是開始會聽一些podcast或什麼 我自己呢最喜歡聽的podcast 目前第一名還是姊妹悄悄話 雖然我有發現一些什麼譬如說 彈性說愛啊什麼其他的podcast 可是Melody聽她聊天 因為真的不太用什麼腦筋 然後我又覺得其他真的算是一個 蠻特別的女生 所以我覺得聽她講話非常的療癒 我大概開車回去台中一個小時 我就會聽她一集的podcast這樣 所以以後呢我就會每個禮拜 拍一個聊天室 然後目前呢我怎麼訂主題 是想說大家每聽一集之後 都會可以在下面建議我說 你要我hashtag聊什麼 像我今天的主題呢等一下會跟大家說 那你們之後聽完以後 就可以在下面留言說 要hashtag什麼 按讚 就是你如果喜歡她這個主題 你可以去她那個留言按讚 按讚最多的人呢 我下個禮拜就會拍那個主題這樣 好了那就話不多說 因為我這個影片希望 可以跟大家簡短講一下 就是我對這個關鍵字的想法 所以如果想聽我聊天的話 那就跟我一起繼續看下去吧 好啦那我們今天的關鍵字主題 hashtag就是媳婦 就大家也知道我去年呢 去年中的時候呢 跟老公去登記了這樣 就正是從男友變成老公 正是從女兒變成媳婦 就人世間呢就是有非常多的標籤 不斷的就是貼在大家身上 好像有便利貼一樣 就是從小就覺得 啊你變瘦了耶 啊你變胖了耶 欸你好像長高了 欸你今天有擦口紅 欸皮膚蠻白的喔 就是各式各樣的標籤 都貼在自己大家身上 你過年回到家 小時候反正姑姑婆婆就問成績吧 哎呀這次考定幾名啊 問完成績之後就是考什麼大學 蛤你上那個系喔 那個系以後工作要幹嘛 關你什麼事 然後再來就是問男女朋友嘛 沒有交男朋友的兩年之後 可能就會被問說 怎麼沒有交男朋友 啊不要這麼挑眼光不要長太高 啊男生如果沒有交女朋友就說 啊他是不是都在外面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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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三姑六婆都是非常多的小劇場 非常多的標籤就是 一直被世俗社會 甚至是我們自己都貼在自己的身上 然後等到你真的結婚之後呢 就問你婚禮辦了多少 對方包多少 聘金拿多少 然後房子對方有沒有付錢 到底關他們什麼事情 三姑六婆真的是 人世間就是不可或缺的存在 什麼地方他們都會出現 那等到真的婚禮辦完之後 像我們這次就是非常簡單 根本沒有所謂婚禮 甚至我問我媽說要不要一起去吃飯 我媽就直接很冷闊回我說 不要我要回家叫付Panda 我媽根本就不想理我 可是不是所有人都可以像我媽這樣 就是非常的chill 就是很做自己這樣 那甚至到我現在我才結婚不到半年 上次就是有一些喜事的時候 就有人會在旁邊就是借酒裝風 AKA就是那些長輩們 就在說說 啊生一個就好 不要生太多 趕快生一生 養狗沒有用 等你那隻狗死了以後不要再養 你真的聽到都是瞠目結舌 可是其實這世界就是百萬種不同樣的人 像我現在就是被說要生小孩 像我姐生了一胎就被問說什麼時候要生二胎 然後生完二胎以後就說 啊你要上什麼幼稚園 上完幼稚園以後一路又再重複問說 啊考多少分啊 啊這個學期有沒有拿模範生獎啊 什麼之類whatever 反正那個就是一直不斷的 無限循環好不好 在這些無限循環之中呢 我自己也默默從一個小女兒 然後變成像變成別人的女朋友 然後變成媳婦這樣 其實媳婦這個詞呢 我覺得無論是傳統社會啊 甚至是我自己的長輩們 就是比較傳統想法的長輩們 然後朋友們 甚至我自己 其實都會加給媳婦這個字 非常非常多的標籤 我從小啊就是會幻想那種 就是偶像去看到那些日本交 其實每天做那個 好漂亮的便當的時候 我都會覺得 OMG我以後也要這樣 就是我小孩去野餐的時候 我一定要做一個 就是什麼啦啦熊的便當 就是用海苔當眼睛的那種便當 給小孩那種 我一定要就是一回來 老公一回來我覺得好漂亮 然後就算有兩個小孩 我還是要化妝化好漂亮 然後打扮跟小朋友出門這樣 當然市面上也是有這種媳婦 但是我覺得其實真實面來說 就是我真實的身邊的朋友來說 你真的生了一兩個小孩 或是你真的成為媳婦之後 其實你很多留給自己的時間 是不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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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壓縮 因為你必須要分給小孩 你必須要分給老公 你必須要分給自己的爸媽 你必須要分給自己的長輩 你甚至還要分給就是你老公那邊的長輩 就是我長大之後 他在我的身上其實是一種沉重的代表 第一個為什麼沉重 是因為呢 這真的是我人生中 完全完全不會去想到的事情 第一件事讓我感觸非常非常深的就是 我當媳婦之後我才意識到說 我媽也是別人的媳婦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意識到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我們家的家庭關係非常的親密 我跟我的姑姑們表姐表妹們表哥們 都是可以打鬧笑鬧然後玩得非常開心 甚至我現在在台中跟我老公 我也是跟我堂哥一起住 然後跟我堂哥女朋友 然後跟我堂姐堂妹 我們都非常非常的好 可是這個我發現它其實不適用於所有的家庭 就是甚至其實我老公跟我在一起之前 他每次看到我跟他們這麼好 他都會說哇你們家感情真的好好 就是他們會有這種讚嘆 我才發現說 欸其實不是所有人的家庭都這樣 那為什麼我對於媳婦會有這麼有感觸 就是我在變成媳婦之後 我媽去年就提醒我 因為我們一直都有在講說 欸什麼時候要結婚 因為房子也弄得快好了這樣 然後我媽就有默默在我們除夕 那個時候回鄉下 在和西堂就是林家的那個四合院前面 跟阿婆啊叔叔什麼 一起吃年夜飯的時候 我爸我媽就有默默一句說 明年曉凡姐姐就不在 她就說我 我姐幾年前嫁出去之後 其實我不習慣了非常非常久 加上以前我堂哥堂姐 他們有時候會去美國工作啊 或是我堂姐之前在英國工作的時候 就家裡的人真的會越來越少 在場的妹妹弟弟們都說 姐姐真的假的 你明年就不在了嗎 然後我就想說 對耶好像是如果事情走得順利的話 我確實就不會在 這樣出戲就不會在 那我真的是在那個時候才想到說 欸真的欸 我媽也是別人的媳婦 所以以往我今年所有的糾結 跟想到除夕不能回家 就想哭的這些心情 我媽他們這些長輩 一路走來也都是這樣 可是我完全沒有想到這件事情 甚至其實我媽她每個禮拜都會回外婆家 都會陪外婆吃飯 跟阿姨舅舅們聚會什麼之類 每個禮拜都會回去 然後甚至他們只要有特殊節日 外婆生日啊 妹妹生日啊 舅舅生日舅媽生日 都一定會找機會出去玩 就是感情是非常非常好的那種 而且離家裡也非常近 就開車20分鐘就會到了 可是光是想到除夕 我不能待在家裡打牌 或者是我不能待在家裡耍廢 看一些無聊過年節目 不能待在家裡 就是準備要吃生魚片 就叔叔舅舅準備生魚片白蝦 然後阿姨一定會煎一條黃魚 然後我去買麻辣鍋 然後跟弟弟妹妹在那邊混著吃 然後晚上跟爸爸喝威士忌 當你想到不能這樣做的時候 我真的就是要淚流滿面這樣 然後後來想到說 原來我媽這過去30年 她也都是這樣啊 我嬸嬸她也都是這樣欸 因為要說家裡離娘家近 這件事情我家更近啊 我搬到這裡的原因就是因為 除了我們結婚之後 就是自己貸款買了一個房子以外 這個家走路回我媽家只要兩分鐘 我比我外婆家還要更近 但是我真的只要想到 我今年過年不會待在家裡 我就真的要潸染淚下 因為我覺得那是一個 完全不同的感覺 就等於是你自己生活30年的家 然後你自己生活30年的習慣 你跟他們培養的那些傳統 必須要去捨棄 像我媽呢 她為了配合我們家 其實我們以往啊 除夕會回鄉下過年之後 初二就是姑姑們 會回阿公阿嬤家的時候嘛 我媽也會跟著我們喔 一起回去 跟姑姑她們一起聚會 初三她才會回娘家 所以我就想說 哇那個時候 我媽她應該是蠻掙扎的 甚至其實我媽有跟我說 那時候其實是我爸有 問她 詢問 要求她說 要不要出三再回娘家 出二 因為我爸也想要跟姐姐妹妹們 一起過這樣 如果是我的話 我被要求說 出三才要回家 我應該會非常非常的難過 雖然我媽跟姑姑她們感情 都是很好的 可是我覺得那種心酸感 就只有身為 hashtag媳婦的人才會懂 真的才會懂 那其實很像國外 就是那種會有什麼 Christmas Eve 你先去南方家過啊 Christmas當天在女方家過 其實台灣現在有非常多人 我也有一些朋友網友跟我分享說 欸她老公會陪她說 譬如說中午回去娘家先吃 然後晚上再回公婆家去吃 就是會讓你有點中和的感覺 兩邊家庭都有顧到 然後你自己兩邊心情也都有顧到 不用說什麼我嫁出去 就一定要去公婆家住 然後我是潑出去的水這種 沒有這回事 我們現在已經是2021年了 可是我自己都在想說 如果我今天真的是 譬如說輪流過 除夕當天我可能沒有回基隆 拜託我真的那個90歲 他一定會說 阿小凡是要離婚是嗎 他一定會覺得不搭不起 甚至是之前我只是聽到 南方就是那邊的長輩 就是我老公只是隨口說一句就說 除夕當天吃完飯我就要回去中立啦 我還要怎樣怎樣打掃什麼之類 然後那個時候長輩聽到就說 成何體統阿 但是 他在罵老公的成何體統 他不是對老公罵 他是對我罵的 因為他直接轉過來說 小凡你不敢敢這樣成何體統嗎 對不對 就是他要我的認同 應該就是他是要用他的身分來跟我說 跟我這個媳婦說 你要跟你老公說 這樣是不對的 就他們不會先要求自己的兒子 但是他們會轉向來要求媳婦說 你應該要這樣做 就很像是媳婦 我相信你們一定很有感就是 如果今天是你忘記帶東西他們就會說 阿怎麼沒有那麼不叮金齁 阿沒關係沒關係下次記得帶就好 但是三言兩語要酸一句這樣 但如果是你老公忘記帶東西他一定不會罵一萬 還會轉過來說阿小凡你怎麼沒有提醒他 因為在這個就是當你結婚了之後 很多事情都會變成 所有事情都要放在媽媽包裡面 我不知道你們有沒有這種感覺 就是用媽媽包來形容 就是所有小孩的東西感覺都是要塞在媽媽包包裡面 然後老公的錢包、鑰匙、口罩也都要塞在你的包包裡面 然後你的包包就會變成一個無限巨大 然後你在背的時候老公還會說 你包包裡面到底背著什麼東西 這我不是在說我跟我老公 我是說我看過真的身邊非常非常多人 甚至是網路分享甚至是朋友的朋友 他真實的就會發生這種事情 老公等一下可能會想要喝FIN 小孩可能會想要喝果汁 阿但果汁喝外面的不好 那我自己帶一個原裝的好了 阿小孩喝外面的水也不好 那我自己帶一個溫水杯好了 就是媽媽把自己的標籤全部貼在自己身上 變成好媳婦之後 反而其實老公跟小孩好像都不會到太珍惜 而且社會上的標籤也還是會一直指向你 所以我覺得媳婦這個 真的是非常難做的一件事情 我現在也才做班年 我根本就是媳婦1.0剛入門 因為我連大魔王過年這一關 我都還沒有踏進去過 但是說到過年這件事情呢 我覺得媳婦還有一點蠻重要 就是這一次呢 我有一個第二個很深的體悟 就是在送禮這件事情 之前呢我還沒結婚的時候 有先跟老公回去他們家 就可能過年的時候去拜訪 因為那時候房子已經弄得差不多了這樣 然後那時候呢 我就因為我自育為春風的女兒嘛 所以我就有訂了就是一大箱的春風 抽取式衛生紙 跟春風抽取式的廚房紙巾 因為你還沒有嫁過去 其實你也不想要準備太費工的東西 你知道又太多 可能又說欸 準備在幹嘛 怕我家沒什麼 就是你又怕做到這件事 因為我本身處於座 我考慮比較多 所以我就想說 OK拿隨手可及的東西 但是又是一個 就是感覺是禮盒的感覺 就會比較漂亮 而且又是所有人都可以用得到 然後再加上他們家的長輩有很多 什麼姑姑有四位啊 然後再加上婆婆 那這樣就有五組 就其實加起來也是蠻貴的這樣 所以我那時候就是兩串這樣一人一串 然後都是這麼大串的那種 然後就是一串 送給姑姑就說 新年快樂什麼之類的 就從沒有時候就有做 然後今年過年的時候 我就跟我老公說 喔那我今年過年賞 然後送什麼什麼 然後我老公說 不用吧 過年送什麼禮物 我想說 OMG Big Dumb Dog 大家有沒有看Melody說的那集 就是Big Dumb Dog 我就說你不懂 你不懂媳婦的那些角色 你不懂我們媳婦的這些困頓 困頓 因為就是 我覺得這些適當的投資 其實真的是會讓你那天比較輕鬆一點 不是說你要送什麼極昂貴的禮物 都不是 可是我覺得那就是一個新意 像我這次選的東西 就是家庭主婦一定會用得到 然後它是柴米油鹽醬醋茶系列 但是呢有包裝一個過年禮盒 然後那個真的是主婦們都很喜歡的藝品 我就覺得一人送一組 然後它的錢是會比 呃衛生紙證抽離去紙巾 當然到了再貴一點點 可是整體加起來 我覺得它的價格是我可以接受的這樣 但是我老公就會覺得 有什麼好送 為什麼媳婦要送禮 為什麼回家不能兩手狂狂 就是我覺得這個社會對 相對對於女婿來說 不會加壓這麼多的壓力 那當然我也不是說全部人 因為我身邊也是有一些朋友 就是可能家裡非常大的有錢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有聽過一些 就是他們的爸媽 對於他們就是 譬如說哥哥姐姐弟弟妹妹的老公 呃 就是講話比較刻薄或什麼之類 只能說身為媳婦的我呢 我自己也有克制 比較像六人型的那個Monica一樣 就是連在媳婦上都想要做到百分之百完美 因為我覺得就像Melody說的一樣 就是媳婦她是一件一輩子的事情 她不是就是三年五年就可以結束的事情 所以今天如果你想要走一輩子 你可能就要就是確定你自己的角色 自認我是一個非常非常會跟長輩聊天 因為我自己家裡也是有五個姑姑 阿波那邊也是有五個 然後加起來很長 我們家中秋節烤肉是這邊二十幾個人 那邊二十幾個人 然後一個大巴都載不下的那種狀況這樣 我自認為是還蠻會跟他們找話題聊 像我坐在那邊明明跟他們還不認識 但是我老公我爸爸就會非常非常喜歡跟我聊天 然後姑姑也是 我就會從他們吃什麼 喝什麼 平常煮什麼 然後電視他們在看什麼 什麼運動 然後說阿那個棒球怎麼樣 阿那個好厲害喔阿 你有沒有看什麼之類 就從那邊聊 然後最近最近的話題就是 我絕對不會跟他們聊到政治 我真的是三間其口 絕對不會 因為我覺得那是挑起一顆很沒有必要的戰爭這樣 然後你也不知道他的喜好是什麼 所以我絕對不會挑到那一部分 我自己已經覺得 以我這個蠻會跟長輩聊天 蠻能自己調整自己心態的媳婦來說 我都覺得想到過年 想到中秋節 想到端午節 想到一些重大節日 或是想到譬如說上次老公的妹妹嫁出去的那天喜事 我都會覺得在這個角色上 我還是會覺得那個轉變好難 因為無論如何你怎麼看 無論你老公對你再好 無論你公婆對你再好 你都還是會覺得自己有一種局外人的感覺 因為他們的過去你並沒有參與 就是很像是他們在討論說 小時候怎樣怎樣怎樣的時候 你會說 哇好好玩喔 然後是你就想說 我小時候跟我堂哥堂姐也是這樣 好希望他們現在在這邊的那種感覺 不是說我不想融入他們的家庭 是你就天生的會跳出來很想念你的原生家庭 就是會更想要珍惜跟他們相處的時光 因為在這個世界上雖然已經2021年 可是其實我覺得台灣還是有某部分非常非常的傳統 那天甚至我老公還有跟我說 欸對啊其實輪流過年夜飯也沒有怎麼樣 但是我跟你們說 我那天就跟我好朋友聊天 就聽到他中秋節的時候呢 就是他們要一起烤肉 所以他可能陪他婆婆回婆婆那邊的娘家 就是婆婆也要回娘家烤肉嘛 所以他回去 然後烤到晚上7點的時候 他就說欸那他們要先離開 這樣他要回他自己的娘家烤肉這樣 然後婆婆的姐姐妹妹們喔 就是姑婆們什麼之類的 就在旁邊說 啊怎麼這麼愛回娘家 好像很常看到你回娘家 我真的是瞠目結舌 重點是當你right this moment講這句話的時候 你人就在自己的娘家 媳婦我覺得有時候最難為的地方就是 在施加你壓力 或是給你不同的標籤 或是給你各式各樣的情緒勒索的那些人 其實他本身就也是別人的媳婦 他自己受到的壓力 他就把他加坐在你身上 或是他覺得啊傳統婦女的美德就是一定要待在哪裡 但他明明人就在娘家就是翹腳吃瓜子烤肉這樣 但是卻不讓你回娘家的那種概念 或者是也覺得有一點點是媳婦上面也是有一點階級制的感覺 就是姑姑她雖然是別人的媳婦可是她比你大 然後媽媽雖然是媳婦可是她比姑姑小 然後你是媳婦所以你現在是全家最小 所以你地位就是最低 就是有那種感覺你們知道 就是媳婦裡面還是有位階等級 然後這種事情男生懂不懂的不懂 BIG DON'T DOB絕對不會懂的他們不會覺得為什麼要送禮 我老公甚至連就是去看人家小孩 新生兒要給個紅包或小禮物的時候 這種禮節他都不會懂 那當男生不懂這禮節的時候 大人就會說啊你怎麼沒有提醒他啊 啊男生如果記得這禮節就說哇好棒喔 就像是男生如果就是幫忙抱一個小孩 他們就說OMG這個神隊友 但是男生如果就在旁邊看電視的時候 他們就說喔沒有關係啊 男生本來就不太會顧小孩 我們2021年呢放棄了這個觀念好不好 就是除了媳婦我們自己貼在自己身上很多標籤的時候 我自己就是期許自己不要太像 育肉城市的美人達一樣 就是什麼事情都想要把它做好 但是其實最後會有點 顧不及投尾 然後自己會累到爆的那種感覺這樣 我期許自己就是一個第一個 不要一直在自己身上貼媳婦標籤的這根人 期許自己可以再過得更像自己一點 我自己就是期許自己來 在未來的那個媳婦路上可以 就是禮貌有家交 因為這就是我爸媽交出來 我希望可以讓大家看到說我就是一個 有家交的家庭交出來的小孩 我會敢幫自己發言 然後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但是是見機在有禮貌的狀態之下 我只能說媳婦這條路不好走 我覺得身為女兒身為女友身為媳婦 甚至會來會身為別人的媽媽 都是一個不好走的路 但是就是你的路上有我好不好 愛的路上你和我 大家一起加油好不好 好啦今天hashtag就到這裡了聊太久了 結果我本來是希望影片差不多可以壓在10分鐘以內看還是不行了 期許下個禮拜的關鍵字聊天是 如果大家想看我聊任何東西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hashtag然後主題 盡量是少一點字 不要是一整句OK 不要在那邊hashtag然後當螢光筆在寫no hashtag是關鍵字的意思 所以我們就hashtag 譬如說hashtag處女座 hashtag霸凌之類的這件事情 我們就來一起聊天好不好 那我們就下次見囉 大家掰掰 在英國工作的時候 就是家裡的人真的會越來越少 然後你以前 喔燈太暗了 他應該是會回我外婆家過 他就不會一個人回 對 好 對